他明明是个三好学生 却每晚都会出现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 甚至每次都像是送钱一般 来到胜率几乎为零的21点上 缩哈所有筹码 随着心中默念一句裁员滚滚 神奇的是 他竟像是明知结果般 拿到了全场最大的21点 1000秒变1万美刀 然而这还仅仅只是开始 没想到第二轮 汤米竟幸运地拿到了两张8 命本还想稳妥下注的他 当即下注了双倍筹码 将手牌分成两组 怎料接下来却发生了意外 格关所发出的手牌 竟是两组几乎最危险的18点 不过汤米在心中默念一句 裁员滚滚后选择停牌 下一秒就发生了神奇的一幕 正如他所想的一样 格关的手牌为24点爆牌 汤米再次赢下了整场赌局 1万秒变10万美刀 也是从此刻开始 汤米仿佛被幸运女神所点名 仅仅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狂懒了赌场千万美刀 如果你也想要沾沾汤米的好运 此时只要点点小爱心 并在评论区留下裁员滚滚 汤米的好运必将降临在你的身上 同时保佑大家家庭美满幸福安康 即日起行大运发大财 然而汤米之所以能够做到把把避赢 是因为他有一套21点避赢的技巧 而且他并非独自一人行动 而是由一群高智商学生 组成的21点团队 他的数学老师表面上是大学教授 私底下却挑选出 像汤米一样天赋异禀的学生 教授告诉他们 想要做到把避赢 就必须记住一下几点 格观只要打出一张大牌 就可标记为-1 反之打出一张小牌 则标记为-1 而其他的则为0 场上的数值越高则胜率越高 为了不被赌场 发现他们还独创了一系列的暗号 用词汇代替数字造句 达到传递情报的作用 只要知道场上的数值 就能够精准地下注做到八把避赢 不过在汤米第一次实战时 却突发了一场意外 汤米看到同伴发出的首饰信号 当即就来到赌桌前坐了下来 在同伴的暗号里得知 这桌的数值为正式期 因此汤米当即下注300美刀 没想到随着何关将双方手牌发出 竟真是汤米21点获胜 第一场的胜利 让汤米原本紧绷的心也放了下来 可没曾想危险正悄然靠近 从此刻开始 这伙高智商团体就每晚出现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 他们先由同伴提前蹲点等堵桌的数值达到高数时 再用手势信号示意汤米前来 然后再通过暗号告知该桌数值 在得知目前的数值后 根据何关发出的首牌计算胜率 就这样 他们轻轻松松的就能做到八把避影 凭借这套办法 他们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赚来的钞票就已堆积如山 殊不知他们日复一日的出现 早已被补偿老板所盯上 可老板哪怕直勾勾的盯着监控 却也愣是看不出汤米究竟是如何作弊 直到他们注意到了同伙打出的首饰信号 并常年经营赌场的老板立马就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不过就在这时 汤米等人像是察觉到了危险一般 当场与人发起了冲突闹出了动静 等赌场老板赶到失 他们早已趁着混乱离开了赌场 尽管这次有惊无险地离开了赌场 可这次的暴露 一切都归咎于汤米近期太过于猖快 根本不懂得见好就说 面对教授源源不断地指责 汤米提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疑惑的问题 奇怪的是 面对汤米提出来的质疑 教授似乎有什么隐瞒并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将汤米踢出了他的团队后转身离开 然而已经尝到了甜头的汤米哪能轻易退出 于是他立马萌生出了一个最错误的选择 那便是摆脱教授担担 因为他们冒着风险为教授效率 却要平白无故地被分走50%的利润 面对汤米的想法众人一拍即合 可没曾想刚离开教授的第一场行动就发生了意外 原来教授之所以不会当面粗马 是因为多年前席卷了赌场老板上一美刀后就挽起了人间蒸发 令汤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次的暴露竟是因为教授偷偷告密 甚至鼻青脸肿地回到大学宿舍 却发现原本教授承诺给予合格的学科进挂了课 更惨的还是当他回到宿舍内看到一片狼藉 自己这段时间辛苦攒下的钱也被教授洗劫一空 可奇怪的是 汤米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是找到教授认识道歉 请求教授同意他再次加入团队 而教授也表示出了自己的宽宏大量 毕竟谁会与金钱过不去呢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是汤米复仇计划中的一环 破镜重圆的团队决定干最后一票大的就金盆洗手 不过这次不同的是需要教授也一同上场 表面上说是为了加快这次行动的脚步 实则这个因素才是汤米复仇计划的关节 所有人乔装打扮一番再次来到赌场 仅仅不到半个小时的工夫 他们就狂揽了上一面包 可明明闹出了如此动静 赌场却像是放任不管般没有任何行动 就在他们即将放松警惕时 赌场老板就带着安保出现在了他们视野 不过这一切全都在汤米的计划之中 所有人立马带上迎来的筹码慌忙逃窜 为了能够摆脱追兵 教授当即提出把筹码交给他后兵分两路逃窜 殊不知这正宗汤米的下缓 教授好不容易从赌场逃了出来 怎料他接下来就傻眼了 当当迎来的筹码 竟不知何时变成了一堆巧克力 原来在逃跑的时候 汤米就偷偷调换了装有筹码的袋子 而教授所乘坐的出租车 也是汤米为了复仇而特地给教授准备的袋子 沙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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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迪